女子艾玛刚从睡梦中醒来 却发现手上戴着一副手铐 还没搞清楚是什么状况 丈夫便举起了手枪 被见了一连雪的艾玛更是惊恐不已 她本能地想逃跑 没想到手铐的另一端锁在丈夫的手上 艾玛拼命地大声呼叫 可压根就没人回应她 因为这是一座人际罕至的湖边小屋 外边更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冰天雪地 缓和了一下情绪 艾玛看到了床头的电话 可她不知道电话早已被人破坏 无奈的艾玛只好捡起了地上的手枪 只要打断手铐就能获救 哪只手枪里根本就没有第二发子弹 这让她失望到了极点 为了自救 她只好拖着丈夫的尸体逐个房间搜索 在里间 艾玛只找到了自己最爱的一件婚纱 婚纱的后面有一个保险箱 不过她并没有当回事 因为目前活命要紧 于是艾玛把婚纱垫在了丈夫的身下 至少这样拖起来不那么费力 来到楼梯口 一个不小心和丈夫一起滚落下来 外面寒风淋淋 为了保暖 她穿上了丈夫的衬衫 来到楼下艾玛想起了自己的手机 不成想 手机早已被丈夫扔进了花瓶里 她捞出手机 祈求着手机能正常使用 当看到手机开机的那一刻 甭提有多高兴了 可下一秒手机就无情地花瓶报废了 和外界唯一的联系中断 让艾玛差点失去理智 她只好来到了厨房 想着在这里总能找到点有用的东西 可是翻遍了所有橱柜却一无所获 不过最终在垃圾桶里找到了丈夫的车钥匙 看着车库的汽车 她总算舒了一口气 艾玛冒着严寒 艰难地拖着丈夫来到车库 汽车发动的那一刻 让她明白了能活着有多好 可没一会儿 汽车自动熄火了 原来丈夫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早早地放光了汽油 正在无计可施之时 车上的收音机响了起来 这是丈夫生前留下的遗言 两人结婚11年 没想到艾玛竟然在婚内出轨 知道这一切的丈夫为了报复 于是选择了这种极端的手段 那意思很明显 即便是死也要死在一起 不甘心的艾玛重新回到房间 洗了把脸 突然想到地下室里有工具 费力地来到这里 发上墙上的工具都不翼而飞 不用怀疑 肯定是混蛋丈夫干的好事 再次回到楼上 在一个房间 艾玛看到了大量的照片 照片上艾玛和一个黑人男子 有说有笑 这显然是丈夫故人偷拍的 原来这个男子汤姆是丈夫的下属 而艾玛为什么会婚内出轨 其实也和丈夫脱不了干系 两人结婚之后 丈夫慢慢地做起了自己的公司 人有了钱就开始发飘了 丈夫开始变得夜不归宿 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混在一起 每每看到丈夫衬衫上的口红 艾玛就选择了隐人 可没想到丈夫变本加厉 于是艾玛为了报复 就和汤姆混到了一起 这一混不要紧 瞬间让丈夫起了疑心 艾玛知道这不是个长久之计 于是选择在结婚 11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 和汤姆断了联系 晚上丈夫带着艾玛 去了当初求婚的餐厅 期间还送了艾玛一个定制的项圈 虽然不怎么好看 但还是强颜欢笑地戴上了 离开餐厅后 丈夫说要给她一个惊喜 艾玛被蒙上眼睛 丈夫则驱车两个小时 带其来到了一栋别墅 这便是丈夫曾经的承诺 一座湖边小屋 丈夫将这里打造得非常温馨 烛光和玫瑰花瓣 一路扑到卧室 再加上一杯美酒 丈夫看似在努力挽救他们的婚姻 艾玛被这一切感动 两个人的欲望被情不自禁地点燃 一觉到天亮 艾玛被一阵阵寒风吹醒 这便有了电影开头的一幕 艾玛发疯似地扯掉了所有的账片 切丝敌礼地重骂着丈夫 可此时 她却忽然听到外面有汽车的声音 等她来到客厅 门外已经出现了一个人影 艾玛担心是坏人找上门 于是在房门即将被打开时 一把扑了上去 没想到来人并非坏人 而是汤姆 艾玛很是奇怪 汤姆怎么会找到这里 原来是丈夫昨晚用妻子的手机 给她发的短信 要不然汤姆也找不到这里 汤姆看到艾玛满身是血 就问她怎么了 艾玛这才把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汤姆听后觉得是老板要故意陷害他们 到时候警察来了 两人是白口莫辩 但是艾玛却不想那么多 她坚持要汤姆报警 可汤姆的手机在车上放着 正于拿手机之际 不远处又驶来了一辆车 艾玛不知道来人是谁 汤姆却说自己在来的路上见过 为了安全起见 她让艾玛躲在屋里不要出来 自己来应付不速之客 没一会儿车上下来了一个小个子 说是来修水管 汤姆也不傻 一眼就看出了端倪 便打算掏点钱将此人打发走 车上的大块头看到小个子默默唧唧 于是走下车来到跟前 二话不说就结果了汤姆 一脚踹开房门 准备寻找艾玛 这把小个子吓得不知所措 咱们是来拿钱的 可不是来杀人的 原来两人是丈夫生前叫来的杀手 只要他们杀了艾玛 便可以得到价值20万的钻石 此时的艾玛躲在角落里不出声 大块头来到楼上寻找时 发现了保险箱 小个子则顺着血迹找了过去 艾玛顾不上寒冷 正拖着丈夫四处躲藏 在小个子走出房间时 他勉强躲进了杂物间 在这里艾玛找到了一个穿毛 于是便闭着眼睛砸了起来 他想要快点摆脱丈夫 由于动静太大 引起了小个子的注意 当他打开仓库的一瞬间 艾玛随机用帆布包了起来 要说这杀手可真够怂的 在看到艾玛丈夫尸体的时候 吓得连滚带爬跑了出去 大块头获悉后赶紧过来查看 此时艾玛已经转移了地方 他们自然是没有发现 小个子觉得雇主已经死了 两个人也就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 可大块头却一心地想要拿到银巾 而只有找到艾玛才能够打开保险箱 随后又看了看地上的脚印 他认为一个没穿鞋子的人 在冰天雪地里是跑不远的 两人再次分头寻找起来 等他们走后 艾玛爬出来用婚纱裹住脚 还意外地在这里发现了一桶汽油 他拖着汽油桶准备给车加油 不成想去在外面差点碰到小个子 这个小个子也真够可以的 不单胆小而且眼力尽极差 艾玛那么明显地躺在雪地里 都没有看到 小个子去拖雇主的尸体 因为打开保险箱需要指纹 而这边的艾玛终于把油桶 搬到了车库里 在加油时不小心发出了声响 这让敏感的大块头赶紧跑了过去 找了一圈没有发现艾玛 大块头就一刀扎破了轮胎 藏在车底的艾玛赶紧起身跑向外面 哪知却看到小个子正在拖运尸体 情急之下他只好躲进了旁边的地下室 紧跟着出来的大块头 很快也盯上了这里 不得已艾玛只好跑上楼 刚到门口小个子正巧经过这里 他蹲在楼梯上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眼看就要暴露 情急之下艾玛按下了车钥匙 汽车的警报声瞬间吸引了两个人的注意力 当他们跑到车库 才知道这是艾玛耍的小手段 他趁两人不在之际 迅速地换上了汤姆的衣服 此时的小个子有些不耐烦 但是大块头执意要拿到那些钻石 于是两人再次在房间里搜索了起来 看到汤姆的衣服鞋子都没有了 他们断定艾玛就藏在这里 大块头示意自己要去楼上查看 却在阁楼里听到了异响 果然看到一把椅子一摇一摆的 他顺着血迹找了过去 而艾玛就藏在遮灰布的下面 大块头扯掉第一块布 并没有发现异常 艾玛此时趁机一棒将其打入楼下 大块头摔晕过去 艾玛则拿到他的车钥匙 楼下的小个子听到动静赶紧跑了上 再次被艾玛一棒打飞 随即他跑出别墅直奔杀手的汽车 刚准备发动 却被追上来的大块头一拳打碎车窗 之后一脚将艾玛踩在地上 小个子觉得艾玛刚刚拨通了报警电话 警察很快便会追踪过来 可是眼看钻石就要到手了 大块头哪里肯放弃 在羞辱了小个子一番后 让其乖乖做事 接着一脚踹晕艾玛 将其扛到了保险箱前 等到艾玛醒来 自己又和丈夫靠在了一起 那个心情实在难以言表 艾玛一直强调自己不知道保险箱密码 大块头就准备给他做个足疗 可此时的小个子看不下去了 他不想再偶然死去 于是捡起了床底的手枪 大块头被枪指着 也就不敢轻举妄动 在小个子的建议下 只要艾玛交出密码就放了 作为交换条件 艾玛要求打开手铐 物主的指纹加上艾玛的密码 保险箱是打开了 可大块头更加失望了 里面就只有一把钢锯 上面写着 钻石就在艾玛的项圈里 而这个项圈是特制的 一旦戴上就打不开 而且捡线钱也捡不断 这让失去耐心的大块头 一把抢过同伙手里的手枪 对着艾玛就抠动了扳机 然而里面却没有子弹 那只有用最残忍的办法 看来艾玛丈夫也够狠 此时小个子为了救艾玛 一个飞身扑向大块头 两人在刺打时 小个子意外撞上铁钩而往 这让大块头忍无可忍 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艾玛身上 艾玛眼见大事不妙 捡起匕首就挥舞了起来 可他哪里是大块头的对手 不仅丢了匕首 还被刺伤了大腿 不过好在艾玛及时捡起了 地上的结婚罩挡了一刀 随即抡起剪线前 敲晕了大块头 更是趁其不注意 将手套锁在他的手上 艾玛一瘸一拐向楼下跑去 几次都差点被大块头抓住 不过最后还是跑到了自家的车上 利索地打着火 一脚由猛猛地倒了出去 不过并没有撞到大块头 一次步行就再来一次 这一次一下将对手撞晕过去 可是由于路太滑 车子失去了部门 一侧陷入冰面 大块头清醒后 趁机追了过来 艾玛由于鞋子掉落 只能拼命地向前爬 最终还是没有摆脱大块头 他一把抓住艾玛的脚 上来就是一顿猛刻 此时的冰面开始出现裂肺 危急时刻 艾玛一脚将大块头踹了出去 顺便将敌手也刺了上去 冰面开裂 丈夫带着大块头瞬间滑落 大块头的意图很明显 就是死也要拉上艾玛 在水下挣扎时 艾玛拔出他身上的匕首 又给了对方一刀 大块头由于疼痛松开了艾玛 艾玛拼命地向上游 而大块头却跟着丈夫 深埋湖底 冰面太厚 渐渐的艾玛开始体力不支 不过在最后时刻 还是突破冰面 逃出升天 长舒一口气的艾玛 将那象征至死不渝的戒指 摘了下来 丈夫为了报复妻子 将两人锁在一起 选择自杀 为了保险起见 又提前安排了两名杀手 这处心积虑的计划 那得设多恨 枕边人更像是陌生人 细思疾苦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是大壮 咱们下期再见